大家好 我是SKY 隨著台灣這幾年 他的健身風氣越來越盛行 許多人他也踏入他的健人之路 當然也有不少人 他雖然也想要開始健身 但是遲遲沒有踏入這個領域 我覺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堅持下去 不確定想要達到理想的體態 需要花費多少錢 多少時間 多少努力 這些不確定因素會代表我們壓力 甚至焦慮 最後決定 乾脆就放棄不要健身了 生活還輕鬆一些 畢竟健身或是我們所謂說的 體態雕塑這件事情 時間沒有到 也是很難預測結果的 有可能一個人他健身半年就突飛猛進 也有可能練了一年卻還效果不髒 今天就讓我們來探討一下 健身一年到底要花費多少的金錢 多少的時間 結果又是如何 今天是以肌肥大健美訓練為前提 當然不花錢的選擇也還是有的 我認為差別呢 就有差別在於 執行性 以及效率 首先呢 我們先來講講大家最在意的 金錢 健身一年需要多少的花費 我們把它分成 基本開銷 以及 非必要開銷 那CP值高的花費呢 為基本開銷 那超過一定的CP值呢 我就把它歸在非必要開銷 那這其中呢 包括了 健身防禦費 健身補充品教練課 健身護具 果實費 運動服等等的 健身房的月費呢 大致落在 五百到四千元之間 那便宜一點的 像是國民中中心啊 或是學校輔設的健身房 一個月才幾百塊而已 那我還聽說過 那種很便宜的 大學輔設的健身房啊 一年年費才 五百塊錢 貴一點的 類似那種高級私人的健身會館 一年年費幾十萬的也有 那我感覺呢 那種就 一個更像是提供一個舒適的健身空間啊 或是給有這種特定需求的 或是提供一些特別的服務 今天呢 不要那麼極端 我們做一個大多數健身房的平均月費 可能落在一千一百元左右 那這一千一百元呢 我就會把它歸類在 基本開銷 那超過這一千一百元呢 我就把它放在 被必要開銷 當然啦 如果你經濟允許的話呢 去那個高級私人健身會館 感覺也是蠻不錯的 那你是不是想去高級私人健身會館 我真是蠻好奇 它裡面會提供什麼特別的服務 會不會練一練就 帥哥辣妹幫你補不下 那感覺真的不錯 幫你在那邊加油打氣 再一次加油 再來講到健身的補充品 比較廣為人知的有 乳清蛋白粉 基酸 維他命 魚油能量棒 BCAA EAA PROCOP 等等的 那在這麼多的補充品當中呢 只有一樣它被我歸類在基本開銷中 那就是 乳清蛋白粉 那其他的呢 都是非必要開銷 但如果你經濟允許的話 能多買一些補充品也是很不錯啦 像是 魚油啊 基酸這類的 對於提升你的運動表現 或是你運動後的修復 恢復這些都還蠻不錯的 但真的要比較的話呢 蛋白質的補充 才是在生活中最必要的一個存在 尤其健身者 他對於蛋白質的需求 又比一般人要來的再高一些 那市面上的乳清蛋白粉呢 大約一罐5磅 賣2000元左右 如果你一天使用50公克的乳清蛋白粉 大約可以補充40克的蛋白質 那大概可以讓你吃45天 平均一個月花1300元左右 可能會有人想說 我又沒有每天都在健身 所以乳清蛋白粉我應該可以喝的比較久一點吧 但是蛋白質的補充是這樣 不管你有沒有在健身呢 他每天都要攝取到達一定的量 好來補充給你的肌肉一定的養分 雖然你今天休息沒有做訓練 但是你的肌肉呢 他在恢復的過程中呢 還是需要蛋白質來作為建造 更強大肌肉的材料 那你可能又會想說 難道就不能從日常的飲食當中 補充到足夠的蛋白質嗎 當然可以 我甚至認為呢 這樣做可能是最好的 但是要知道喔 通常我們飲食的蛋白質來源呢 來自於蛋、豆、魚肉、奶類 如果你要吃到等量的蛋白質的話 一桶2000元的乳清 那相當於2500元的雞蛋 2600元的即食雞胸肉 4400元的板件牛排 7000元的鯛魚排 這麼看起來呢 乳清蛋白粉他也是比較算是 平價親民的蛋白質來源 而且脫脂脫膽固醇的乳清蛋白 能讓你補充蛋白質的同時呢 對身體的負擔較低 附帶一提呢 如果你想要吃到一桶乳清蛋白質 總量的日本飛海盜A5黑毛和牛的話呢 那你要花上11萬8千元 如果想要挑戰 頂級升華蛋白質來源的朋友呢 可以挑戰看看 另外呢還有一些被我們歸類在 非必要開銷的項目 像是私人教練課 健身護具、伙食費、運動服等等的 我認為呢這裡面有很多是可以節償補短的 比如說呢你把日常的飲食當中呢 營養價值比較低的食物 去把它換成營養價值高一點 比較營養的食物 或是你日常衣服的選擇呢 就可以選比較運動秋弦類型的 那私人教練課呢 我只能說它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糖質呢也是一個 蠻花錢的選擇 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呢 私人教練它可以帶你更快的上手 提高你達成目標的效率 像如果你是練舉重 或是自由重量等等的呢 健身教練它也能大大的降低你受傷的風險 另外呢像是一些特定人士 中老年人或是你的身體有受過傷的 就非常適合請一個健身教練在旁邊 幫你做指導 幫你看一下動作哪邊有什麼問題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能夠自己或是跟朋友一起規律的上健身房 養成一個良好的健身習慣 這會是比較重要的 另外呢網路上也有很多非常優質 非常免費的健身教學影片 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綜合以上的觀點呢 我認為你想要在一年之內看到良好的健身成效 每個月2400元的健身房 加上乳清蛋白費用 我覺得是必要的基本開銷 那當然啦也不是這2400元砸下去呢 你就會有好身材 這當中呢也是要投入一定的時間來做訓練的 像我自己每次訓練大概都有兩個小時 那每週呢至少練六天以上 給大家看看你的照片 這是我健身一年以及兩年的成果 那因為我從小就很愛運動 也都會做一些徒手的訓練 所以當我踏入健身房訓練一年的成效呢 可能就會要來得比一般人再快一些些 那我呢算是從一個瘦子練起來的 如果你的體脂肪比較高呢 那就要花更多的功夫在飲食上面 下定決心呢借掉那些垃圾食物 好來控制你的體脂肪 那健身是這樣子的 假設你是練健美 追求很高的肌肉量 以自然健美來說 你可能認真訓練個一年 就可以達到你體態巔峰的70% 那可能再練個一年呢 達到85% 可能再努力練個一年達到90% 但是呢在這90%之後呢 就是另外一個領域了 你有可能很認真很認真的練個三年 從90%進步到92% 93% 那也有可能呢 你一個不小心就掉回88%之類的 不過呢這些都是下一個階段才要煩惱的事情 目前呢我們就先定定一個理想的體態 好好的朝向第一個70%來做邁進吧 錢並不能代表一切 有錢就一定能練出好身材 窮學生就沒有辦法擁有大肌肉嗎 當然不是 有很多練接鍵或是徒手訓練的朋友呢 他們利用非常有限的器材及資源 堅持下去也能練出非常棒的身材 而我自己呢在踏入健身房的第一年呢 我是在運動中心 用一個月月費不到500塊 那加上乳腥蛋白呢 一個月也花不到1500吧 那我就這樣努力堅持練了下去呢 那我自己覺得效果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重點呢就是你有沒有好好的下定 決心想要徹徹底底的去改變自己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你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劍蓋 下次見 掰掰